高速离心喷雾干燥机 离心喷雾干燥机是参考国外先进技术 经过多次研究、开发、实验的多用途喷雾干燥机 离心喷雾干燥是液体工艺成型 在干燥工业中最广泛应用的工艺 最适用于从溶液、乳液、悬浮液和可泵性糊状液体原料中 生成粉状、颗粒状的固体产品 化工、医药、食品、生物等行业的喷雾干燥新工艺 该机组具有受热时间短、热效率高、除尘系统完善 智能化程度高、操作环境舒适、产品品质优于其他干燥工艺等优点 该机组核心装置为一台高速离心雾化器 雾化器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万转每分钟 高速离心力将料液迅速雾化成雾状液体 雾状液体与跟旋转热风充分接触事后迅速干燥 干燥后的粉料经除尘器回收 回收率可达98%以上 设计进风温度为80至350度 排湿温度为70至100度左右 相应蒸发水分5至1万千克每下时 干燥塔体及附属装置材料材质 根据物料特性由客户选定 干燥热风所需热源可由煤、油、燃气、电等多种方案实现 设备的布置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而安排 该机组由热风加热处理系统 料液输送系统 烛塔雾化干燥系统 成品收集系统 控制系统组成 该机主要特点如下 1.干燥速度快 料液经雾化后表面积大大增加 在热风气流中瞬间就可以蒸发95%至98%的水分 干燥时间仅需数秒 特别适合热敏性物料 2.产品具有良好的均匀度、流动性和溶解性 产品纯度高、质量好 3.使用范围广 根据污料的特性可以用热风干燥 也可以用冷风造力 大量特性差异很大的产品都能用此机生产 4.干燥产品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分散性和溶解性 由于干燥过程是在瞬间完成后 产品基本能保持液滴近似的球体 5.简化生产过程、操作控制方便 和传统施法工艺相比 干燥后成品不需粉碎和筛选 减少了生产工序、简化了生产工艺流程 6.采用PLC自动化控制系统 全部操作根据客户要求设定工艺参数自动完成 离心喷雾干燥机工作时 首先检查电源、气源、水源是否正常 打开控制系统 将温度等参数设定好 开启引风机 自然风经过过滤处理后进入加热系统 最后进入主塔进行空塔预热 打开雾化器 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 开启料液输送泵 料液输送到雾化气候 通过高速旋转的雾化分散盘 将液体离心作用下甩成细微雾滴 雾滴与热空气定流接触 在蒸发过程中 雾滴容易造成膨胀、崩溃、破碎和分裂 导致产生多孔性 形成不规则的形状 在极短的时间内 干燥成干品 成品连续的有旋风分离器中输出 进入收料桶 废气由风机排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